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巫一的二拉奇的套裝 與馬娜竹馬主副手套裝搭配 這套被稱為雞刀流 首先來看一下 它的主要核心玩法是什麼 這個六件套裝 它有對妖宿法術的增傷 800% 也就是9倍傷害 然後 這個主手的套裝 使奔怒機的爆炸傷害提高200% 也就是提高3倍 然後來看一下技能 技能部分要素 它是 3A是 十二把範圍的1350% 然後如果它3倍的話 它就是來到4050% 然後你們來看一下它的 描述 它下一句的描述 是被殺死的敵人還會 觸發一次額外的爆炸 這點很重要 如果沒有後面這句描述 這個套裝 這個套裝形同是極了 沒有什麼用 然後因為可以爆炸的情況之下 它就變相對的有用 那 到底要怎麼做呢 試過很多種方法 試過很多種方法 這個方法重點是說 你如何 把小怪聚集起來 你如何把小怪聚集起來 然後曾經在玩的時候 有使用過這個項鍊 這個項鍊是 偶爾會拉目標 但是它有很大問題 就是說 當你在拉目標的時候 它是不定死的 它不會每次都發動 然後它 目標如果被 這個漩渦死的 定住是動不了的 所以 這個技能的 這個項鍊的 特效其實是 很有限 沒有什麼幫助 那麼首先 來講一個基本的概念好了 你看一下這個 帳面傷害 帳面傷害 部分是這樣的顯示 然後你先不要管它 數字多少 你先想像一件事情 它是100萬傷害 你把它想像為100萬傷害 然後 你當你在玩 憤怒機這個技能的時候 你的傷害是 1350倍 乘以3倍 就是4050 講白點它就40倍增傷 然後再配上 厄拉奇爾套裝的 的buff 再拿9倍 你光這技能來講 你就是360倍的輸出 360倍的輸出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試過很多套裝的話 最後決定使用對戒 對戒的重點是 它可以拿到大幅度的增傷 而且是主動性的 它的主動性 就是代表你自己放技能出來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個buff 兩個特效buff同時發動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2.25倍的增傷 然後再加上原本360倍的增傷 就是你拿到810倍增傷 被動技能 戒指就選擇元素加年華 它可以拿到元素增傷 3倍 也就是說 你這個憤怒機 打到滿buff的時候 你是可以拿到 2430倍的增傷 然後那個 護腕就使用強衡護腕 使用這個護腕的重點在於說 如果這個是提高30% 你會想像中它再乘1.3倍 2400倍你再乘1.3倍 是多麼可觀的數字 不要小看這0.3 它是很強大的 然後主要部分是 這個套裝的玩法是 它是現實 就是某個時間區段會 帶來某種 某種最大 最大效益的傷害 所以它是瞬間爆發流的那種玩法 但它不是 它不是常態流的玩法 所以增傷對於 這個流派的玩法 相當重要 好 那麼如果你想要說 你的傷害是100萬好了 你可以拿到2400倍的增傷 你的輸出就是241 但是 它不會是這樣子 241只是一個評估 它不會是真正這樣的結果 你要扣除 你要扣除 你要扣除暴擊的那個 buff 暴擊的buff就是 暴率乘以暴傷 算出來這些值 然後再加1 就是它的倍率 以現在來講的話就是 這邊是1.8倍嘛 那加1就是2.8倍 所以 這個帳面傷害 你要除以2.8倍 反正它就快接近3就對了 你要除以3 才是它的 的激傷 然後你要以這個激傷 你要以這個激傷去 去乘以 剛好那個倍率 才真正的實際輸出 然後你有爆炸 你才會拿到額外傷害 為什麼要這樣子看呢 因為 你現在 如果你不把 暴擊極力 你不把這個極力性的東西 剝離掉 你是得不出真正的 真正的傷害 然後真正的傷害 對於 這個機刀的使用 非常重要 該怎麼說呢 首先來講一下玩法 玩法的部分的話就是 你登場的時候 你登場的時候 你 進到一個新的關卡 你先放一次 那個對空放一次距離 你先拿到這個距離的那個 提高那個防禦力 然後你有8秒時間可以走 你先變激 然後就開始走 然後你就一直往那邊走 走到某個範圍中 假設你從某一點切進來 然後你在這個空間 你在玩這流派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空間的概念感 你發現這個空間當中 夠大 然後怪的數量夠多 然後你就去想一下說 這群怪當中 的中心點在哪裡 然後現在假定說 中間這個傳送陣 是這群怪的中心點 你在從某個位置切進來 的時候 就從某個方位走到這個區塊的時候 你先在靠近中間的部分 放那個 十人魚 先聚集中間的怪 然後變激 去繞一下 然後直接從他旁邊經過 然後盡量不要貼死 盡量不要貼死 盡量不要貼死 然後透過 透過那個 召喚蟲群 的部分 來緩速 來緩速怪 主要部分 他是怎麼緩速 他就是 利用那個被動 蟲杖 蟲腰 用蟲杖 在巫衣旁邊 有個 十人馬那個圈圈裡面 然後他會放那個蟲群 直接去 清洗 範圍內目標 然後被蟲群咬到的話 會降80%還數 然後當你選擇兵器的時候 你再搭配那個 閃耀兵晶這個寶石 你可以拿到額外緩速 這個算法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直接加 所以緩速80%再加25% 就是緩速105% 這種緩速非常強大 然後另外一種算法就是說 用乘的 所以80%再撐 應該都是1-80% 然後再撐 國號1-25% 你會確實能到85%緩速 不管怎麼樣講 你的緩速都 絕對會超過80% 至少是85%起跳 85%起跳的緩速 是一種 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說 它是一個很強大的 電升技能 然後它是電升喔 它這種電升 它並沒有對 對怪控場 所以 它不會造成 造成那個 控場遞減效應 控場 好像是被比例改成那個 遞減效應 也就是說 你在2.3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用 孔頭 無限孔 原因在這裡 因為它可能就是 改學成 判定 被控場 控一次 然後就判定只被那個控而已 然後其他就直接免疫了 就算不是免疫 反正它就是會遞減 沒辦法說 你想要走 你能控幾秒 就控幾秒 那種情況之下 那緩速就變成一個相對重要的概念 緩速 如果你緩得夠強 就等同於你把它定住了 那 你要怎麼聚集怪 首先你已經可以定住怪 那你要怎麼聚集 就像剛剛講 你從 某個方位切進來 我看到 某個空間域當中 有很多怪 然後 目測中心的在哪裡 先放個漩渦水 把附近的小怪抓進來 它會捲進去 然後你變激 你變激 不是說變激 你一開始 你可能已經 已經是 擠了 你可能已經是擠了 然後 你就 你就晃 先把它們緩速 然後緩進來 緩進來 緩進來的時候 你在旁邊把它引爆 你在引爆的時候 盡量不要炸斷目標 這很重要 為什麼不要炸斷目標 其實你要看那個難度不定 如果你在往大面鏡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怪的血量 你的這個爆炸不能炸死目標 然後你要同時讓它殘形 讓它殘形 然後當你的人物 重新回歸人型態的時候 你開靈情速 走進去中央 走進去中央 然後在編儀式機 然後直接走 你就直接走 把大殘除 留在中間 然後讓大殘除 開始一直抓怪到中間去 然後你再來 看一下那個 元素嘉年華那個 那個 那個 buff的那個時間點 你看喔 它是 冰火 冰系火系物理毒 所以你要記得 節奏是 冰火物毒 然後這個時候 你在玩的時候 你冰跟火 你要怎麼 怎麼浪費 時間呢 沒關係 然後當你看到 這個在動的時候 它顯示這種物理 你重新丟個十元 然後再丟蜘蛛出去 你就可以拿到 對決的外面真傷 然後毒型態的時候 走進去 你把引發爆炸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可以 帶來莫大的傷害 這就是它的主要玩法 你首先就是 先進到一個空間域 然後找到中心點 在中心點 想辦法聚怪 然後你必須要 誘導怪過去 也有可能 你本人要 自己走進去 誘導 然後你在誘導的時候 你只有 菱形術 十燈魚 巨靈 三招可以幫你保密 沒了 所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 如果你沒辦法保密的話 就會玩不下去 就很容易死 然後滿足條件的時候 滿足條件的時候 你直接引爆小雞 你直接引爆小雞 那 舉例來說 你剛剛得知 你有2400倍的傷害 是拿到完整buff的時候 就是有拿到 元素獎典華buff的時候 這個毒系buff 如果你沒有拿到的時候 你要確實的丟出 蜘蛛跟 十燈魚 來拿到那個 對接的buff 這樣你至少是 810倍 不無小補 那你在使用這個技能的時候 就是 你想想 想一下 如果你的帳面傷害是 100萬 你810倍的話 不會到10億 但是 破五一至少有 然後你要找 這個空間域當中 有很多白怪 然後那個白怪 並不是比較大隻的那種 就是小隻那種 小隻通常起樣寶 你把他抓進來的時候 你引爆那個憤怒極的爆炸 你把他抓進去 如果你抓進去 同時可以殺死這隻小隻的白怪 他也會同時引爆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中心點的目標 有超過10隻還是20隻 你的爆炸傷害是 5億好了 不要說5億 10億比較好算 你爆炸傷害算10億 你10隻就100億 20隻就是200億 當數量越多的時候 傷害越強 那雞刀流主要部分就是 靠這種方法 來擊殺菁英 藍色菁英比黃色菁英 血量還要少 如果黃色菁英的情況之下 最好這整個場面都要一堆怪 至少要超過50隻以上 你才能在短短的 二三四秒之內 把黃色菁英直接殺掉 如果殺不掉就直接找 反正 大致上是這樣 玩一次就知道 就玩一下 45層好了 因為 這劉派宏 很難玩 很吃技巧 他不簡單 但是他很有趣 他很有趣 玩一次讓你看一下 這什麼 這個很需要有節奏 你要一定要注意 這個元素降臨火 這個時間點 冰火 霧毒 你要注意這個節奏 那麼 玩一場就知道 出發 開場一進來 先孔一下 然後 增防 然後直接走 直接走 好這邊看起來好像有點多 聚集一下 零行處開下去 來直接走 再去尋找更多怪 這邊看起來可以 這邊看起來可以 炸下去 不行的話就直接走 不要撐 這地圖有點小 最好是想辦法可以找到 大群過來 這地圖 恐龍變身軸 這裡有小怪 這裡 最喜歡的人 離開 這邊 好 1 那個殺掉了 巫衣其實是很脆的 節奏沒抓好就會死 但還是有撞到 頭去借過 獨立只 incur 好 好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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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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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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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很强 当怪越多的时候AE超强 当怪越多代表风险越大 所以你必须要撑韧性 韧性变成一个算是蛮重要的指标 刚刚如果在玩的情况下你有看到 你能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怪很多怪真的很多 那怪越多的话 造成的顺死伤害就越强 所以你要让怪很多情况是这样 你的保命就要强 为什么说保命要强 你必须要使用狸行速 然后选择3秒 这个技能 你多活1秒是1秒 然后配装的取向就是 你要降冷却 这个套装要是没有降冷却是不行的 如果说 如果说 你能拿到2400倍的伤害 你这个冷却部分的话 你把冷却 这样倒是 它账面是-57.81% 然后算出来是这个值 降冷却大概是降-73% 73%算是一个不如小补啊 尽量把它撑到75%比较好 所以这个差1%的啊 差1%的最好是把它补足 项链也要降 宝石的话就塞 塞红宝 夾护甲 不然巫衣真的是太脆了 巫衣真的太脆了 抗性的部分的话 不用特地去撑 3颗 3颗 镶嵌宝石 你要选那个 要选勾玉 勾玉这个降 降冷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少这个的话 少这个的话 那个 憤怒机的那个吸敌会 压到4.5秒 4.5秒 如果你加勾玉 常驻状态的话 你可以把它压到4秒一下 你会不会这4秒差很多 因为 4.5秒 跟4秒 代表说 你在触发 剥削死者的时候 你杀掉一只 冷却才会缩短一秒 你4.5秒你要杀5只 然后你4秒一下 你杀4只就行了 这个 这个还是有差 因为当 一个怪的数量 血量比较薄的小怪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你就知道差距了 秒数越低的情况之下 像刚刚那种情形就是 就是 你丢一只蜘蛛 然后 漩温死人羽放出去 你拿到这个真杀 你在拿这个真杀的时候 你要看 元素加年华 的部分 转到灰色的 就是 冰火互毒嘛 你转到物理的时候 你先看到 他已经转到物理 转 转 三分之一 或是一半的时候 你再开始丢蜘蛛跟那个 私人羽 然后这个时候 你开菱形处 走进去怪中央 然后先变击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 这个物理转生毒 然后他一变毒的时候 你就爆下去 爆下去 这个一瞬间 你就可以拿到 2400倍的伤害 啊如果 你的爆上 有 有 有处罚 你的爆上 伤害上去 那个伤害就 会很可观 然后你爆炸的同时 因为你一瞬间 可以杀掉四五只 你一瞬间 可以杀掉四五只 然后你的那个 要素会 成 待命状态 然后你再按一次 你再按一次 你再爆 然后他会在 毒气的四秒之内 还在转 也就是说 你在毒气的时候 可以連炸两次 連炸两次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菱形处 就会结束 结束 你约有一秒 控档 会被 四五十只 小怪 尾欧 然后你赶快 按零行速 然后再重新 补一次 蜘蛛 跟这个东西 然后你再按一次 这个食人腰 再炸一次 以现在状况来讲 力竞招出 三只残除 然后他会把 外面剩下零扇 几十次 再一次抓进来 然后他通常会抓白怪 残除的特性是 已经在残除旁边的 目标他不抓 然后他会 重新涂个舌头去抓 外围三十马目标 把他抓进来 然后他再把 他再把新的白怪 抓进来的同时 你再炸下去 就是 中心点还没炸完的部分 炸成残血 然后你只要能制造 连魂暴的情形 中间 站着一只精英 连魂暴的特效 就可以让他一次 喷掉几百亿的血量 这就是 这个就是 那个 鸡刀流的 玩法 或许有 比这个 还要 还要 好的玩法 但是 不知道 然后他有几个特性 这个玩法要几个特性才大得起来 主要 就是说 剥削职者配不足仪式 配零行术 三秒零行术 这个是 移动位置 跟巨怪的核心技能 然后另一个问题是因为 你在一群怪物中将 他被兵器缓住 不代表他是被 他是被定住 不代表他是被暈住了 他是会攻击你的 所以 两条命 是相对重要的 死亡蔓延配 闪耀冰晶宝石 然后配那个 崇脏跟崇摇 来达成 那个 缓速的条件 就是定时的条件 因为 你把他拉到中间 对不对 你把他拉到中间引爆 但是你的技能已经不行了 你变机 你还是要出去 你出去的情况之下 如果这个小怪不能聚集在一起 你不能把他聚集起来定住 的情况之下 会飞的 或是移动速度快的 小怪就跟出去 然后那个小怪一瞬间就散掉 散掉的时候 你这个 鸡刀就废了 所以 这个缓速是一个 相当 相当重要的概念的指标 他是 帮助鸡刀流 能成型的一个 关键之一 然后 因为你要在那怪群当中引爆 你鸡刀在爆炸的时候 你又变成你是近战范围 物衣就不再是中距离的职业 只是近战范围 所以 能否 放出无限菱形术 来讲是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要符合 这几个条件 然后最后就是 鸡刀的那个增伤 你鸡刀要能大幅度增伤 你就是用 对戒配滑戒 你拿到2400倍的增伤 因为刚刚讲 如果你 你炸第一次 你炸第一次的时候 你先没有引爆 那你 你聚集起来的时候 就是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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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炸下去 然后炸下去的时候 炸死几次 然后这个 愤怒姬 吸低好 在那个 毒buff的情况之下 再炸一次 然后他会触发 强龙误怪的条件 就是他被垂直击飞 因为他没有击退啊 他是在同个地点被垂直击飞 然后下一次爆炸的情况之下 因为强龙误怪的关键 你会超过2500倍增伤 如果你这个张面数字够漂亮 你一瞬间 你一瞬间哦 包含 触发这个爆伤 你一瞬间的伤害 只可以 充过50亿的伤害 每一只充过50亿 然后你白乖死之 的情况之下 就500亿了 他是靠这种原理来秒掉那个 高血量经营的 那 同时也显现他弱点 就是说 小怪不足的情况之下 就很难打 也就是说 如果尾王不招小怪 这一套实在是非常弱 真的是很弱 他单体很弱 但是 他AE很强 也很强 瞬间爆发的伤害 超级高 好 今天就 介绍到这边 大致是这样 就是这样 再介绍一下 就是 这个腰带 为什么有人说 有人说 你可以使用虫摇 但是如果你不使用虫摇 的情况之下 你要用什么 你有可能你会使用 孔头 石针头 或是 玉蛇神 再不然就是使用 那个 截乱母面具 截乱母面具会对 蜘蛛增伤 但是 他有没有对 憤怒技增伤 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 宠物 然后再不然 死神 死神的缺点就是 当你 当你在放技能的时候 他造出来的 死神是宠物 然后死神 他会盾放 放蜘蛛跟 那个 旋火死人 旋火死人 你会定住怪 所以 残除就不能拉怪 不能拉怪的话 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死神的缺点在这里 从头在某种意义上 还比他好 但是那些都比不上 那些都比不上 这条腰带 因为你 降巴冷却的部分 你常 如果你少这条腰带 然后你又不用 不用勾玉这个宝石 冷却的时间 冷却时间 会是 70% 70% 跟冷却时间 接近25% 是差很远的概念 这包含你用 连行数 会不会死 跟 你愤怒极可不可以再 毒吸这4秒 爆2次 那伤害差很多 那伤害真的差很多 伤害大概 天差地远 因为你爆第一次 你先用强忽患击肥 然后你第二次 再爆的时候 你才能达到完美 过2500倍的伤害 只要帐篇这个数字够好 提高这个帐篇数字 就是你巅峰等级要高而已 没有别的 然后配装取向就是 主要部位 都一定要有那个 降冷却 然后其他部分的话 就是 你优先提升 基账为重点 也就是说 你要嘛就是给 什么加80到155点 这个伤害 这就是击伤 那不然就提升 提升爆伤 你假如触发成功 带来那个 悲率是很可怕的 然后数量够多 炸月一瞬间 就全部秒光了 好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